太平洋地区集结美军陆海空兵力 整合各式各样的军武系统 正式展开两年一度勇敢之盾联合军演 今年迈入第九届聚焦联合作战 时间点很微妙就在中共航母辽宁号 进行跨岛链训练之后 美中双边大规模军演先后登场 学者分析美军军演以解放军为 假想敌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非常明确 也就是聚焦于岛链防御的多面相演习 美国要反制中共航母 台湾位在第一岛链首当起冲 中共最新航母特地取名为福建舰 外界认为是舰指台湾 更显示中共要突破第一岛链的野心 再加上美国军舰几次通过台海航行 让中共多次开呛气的直跳脚 砸下大前扩张海军战力 让外界相当关注海上的美中竞争 美军是否还能维持以往的优势 中共威胁来势汹汹 台湾和美国布局军事合作 要捍卫台海安全 把人称航母杀手的AGM-158C反舰飞弹 纳入双边飞弹建案攻势 可以扩大对海远距打击 强化制海战力 看到中共局势威胁动作频频 美台战略双边对话 预计六月底展开 重点讨论武器供应和军演具体措施 如何反制中共从外媒的报道 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拜登政府打算优先出售不对称战力武器 帮助台湾应对中共军队两期登陆 透过灵活成本低的武器进行有效打击 台美双边是否会出现关键的合作转变 六月底将有更进一步新发展 记者李月琪整理报道